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只是都是會產的 下面都是會產的 你看這個有杜啊 這個真的有啊 這個新的還沒開 這個也是 這是旅秀音啦 這是池月 這間看起來 大部分的公務 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 成章往事 陳山泉的八個小孩 都是在這裡大學的 爸爸做空工 媽媽做彩虹 媽媽用身材 要跟小孩說輕欠發家的道理 從小我們就是很辛苦的家庭 平常講啦 我畢業照我不敢跟爸爸媽媽要錢 就算是一百塊要一個畢業照 我也不敢要 因為我們知道家裡那麼沒錢了啦 對不對 吃飯已經是很好的事情了嘛 那一桌上來 不知道三秒鐘五秒鐘 就全部清光了 對不對 那別人就笑說 餵你們這間好像餵阿 吐一下就鼓一下就沒有了 冰箱是冰空盤 我們當大的當然就懂得說 家裡面的進氣狀況怎麼樣 陳婦姬是家裡最大的小孩 在小孩就要帶這人 在家裡到三天最重要的 就是要觀察這個弟弟妹妹 我媽只教我做新衣服而已 我自己穿的都要自己做啦 我們沒買衣服啦 零用錢自己去買布回來做 在環境的生長裡面就是有這種習慣 說這東西沒辦法算去 能用我們就用這樣子 不能用 所以我媽媽換寬一點就能穿 這個改一改就能穿 就是這樣 等於說在環境裡面也有影響啦 那師傅也講嘛 那個資源不要浪費啊 那我覺得說這個我好像都做得到 因為我們物意不強啦 能過活能簡單 師傅也說簡單就是最美嘛 當初做裁縫是為了養我們大家 他就是等於說都專注在裁縫那邊 根本小孩都不是他帶的 都是我帶的 所以他一直講說我們家的小孩都很怕我 他一直強調 其實小孩我們弟弟妹妹都是我背大的 我比我媽害兇 對我弟弟妹妹來講 他們吵的話我只要一瞪眼 他們就知道不該吵了 要煩我的話我要瞪眼就好了 我也不用罵 家裡的小孩開小大 老婆但沒有的身世 不用共是可以應付專家的經濟 一直有九孔年 陳三全蓋一座花蓮 卻改變專家的花蓮 我師兄七十九年受診 一九十年受診 八十一年 他們在資產 那時候都在台北 各個人都聯繫好 家裡做工作 聽師兄分享 那時候還聽師兄說 要養他的土地 要養十五家庭 才讓他養兩家庭而已 師兄說他不是為自己 他是為中生 要去養他的 我主要聽一下就 弟弟好 弟弟不敢 師兄再給他一條而已 我說你們台下都有 回去就跟我說 他就說他七十九年退休 他以前做肚子 老婆而已 沒有什麼退休 老婆金 兩百一萬 七十九年 走 八十一年聽師兄說 不敢 回去就怎麼哭 我說我聽 他說他的退休 百一萬 要養一百萬 讓師兄三天 要養他的土地 好嗎 我看他靠他 當然也說好 我說好 他靠我 也靠他 他說 師兄說 我們台下都有 有了 不怕人都有了 也有家 也有車 也有車 師兄跟他命這條而已 什麼都為中生 就像我爸爸平安講話 他是很省的人 他一雙皮鞋七百塊 買不下去 他籠統一百萬 他可以拿出來 對不對 那個鞋子走了一天 那七百塊就沒辦法買 你看 他錢口袋不是沒錢 就是買不下去 要不然都去做工作 都有分享 我感覺他很聰明 很有體育 我說 你的體育金都管 你的農棟 你吃你飽 我沒吃我沒飽 我也買 那我隨便說 我們兩個都退休了 我以前做什麼 你如果我哪裡去做 我就看他一個 我就開始做孩子 我差六個孩子 他幾乎發完 我就都管出來 這是媽媽的 這是爸爸的 兩個一人一本 對 就這樣 往事老婆過了 新鮮快樂的生活 但是沒想到 在1999年 陳三泉在一次 煮一個骨粹的觀景 鑽爛爛爛爛爛爛中 發生恰好 王妻都在北城十五年的時間 往事不但做主席 沒效忍 而且還鼓勵小孩 要加進主席 那時候他們都已經是 受鎮很久的 資深的委員資誠 然後鄰居也會講說 你不是做主席 做這樣 很認真做 怎麼搞得很多事情 但是媽媽那時候不覺得 她那時候她反而還講說 幸好有做實際 才能夠走得過來 那段很辛苦的 爸爸受傷的這一段歲月 一般人遇到那個靜的時候 可能會怨天尤人 可是我覺得她在這個時候 她反而沒有 她反而更努力 應該是說 把我爸那一份也做起來 一起做這種感覺 對我們好的人 我們的感覺 是 對我們愛的人 不只要感激 不只要感恩 不只要感恩 那錄音樂的故事 是早期主席這天 共同的記者 當年成長往事 聽得很感動 所以買了很多事件 跟親家朋友見 照片 小媽媽也常講 那我家母親師姐也講 那支揮師姐 他們講我都很喜歡聽 那也有悔完說 她有錄音帶 我就請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那那時候燙燙了 要讓大家聽 那也有時候讓悔完聽 他 我進門坐進客廳 錄音機鍍就過來了 那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平安兩座是很孝順 覺得跟他回不好 我們就躲 躲在房間去 他就把收音機拎到房間去一擺 那你想一擺 你能不能聽兩句嗎 因為不舒服總是要跑 跑到廁所去 他也把錄音機要端去廁所 那弄到最後只能坦白講說 我們血緣太近了 你不要再度我了 受不了你了 可是他還是不死心 他都不聽 奇怪 錄音機鍍有聽 他沒時間聽 他說 如果時間久了 我要跟你說話 你是怎樣 他都跑掉 不是沒時間聽 那都很壞人 我們也沒那麼壞人 他說我們也沒那麼壞人 你只是要求我們做壞人 因為我覺得說 我剛開始進慈濟室等於說 他第一次跟我講說 做好事好不好 我說好 那每個月 看你能力多少錢這樣子 那我只是兩百塊而已 等於說 他是很喜歡讓我進來 我是覺得我們上班都很忙 回去他就放度的給我聽 我聽得便宜 我是超反感的 我覺得說 我已經夠孝順了 對不對 你要什麼 你還沒開口 我已經都做了 那你這樣講的 是不是我不孝順以後再來孝順 我覺得是很不好對不對 抽菸賭博喝酒那個 我們又沒有 是不是也要這麼做 再來說這個才是好人 你真的要聽什麼 要做蝴子不清 做蝴子 對啊 我要做蝴子 不清 嗯 沒有蝴子幫我蓋 那不用 沒要清 沒清 這樣就 做蝴子不清 陳腐姬當然雖然沒有接受媽媽的度 但是這麼多年來 他所說的做的 都是主座的理念 照顧心心中的孩子 父親比別人更有愛心和耐心 他曾經在有名告用養 等於保有完三十一年的時間 雖然已經退休了 他以往掛念那些孩子 本家是沒家可以回家 一年多一點點 退休的時候他們就想說 我能不能來帶他們回家 那我就說 有 我只要時間不衝突的話 我就可以來幫他們帶 他們都很希望說過年過節帶回來 因為過年過節 大部分的孩子都會接回去 對他們擺在那裡 也滿可憐的感覺 沒家回 我就承諾說好 我過年過節 只要我沒有行程 沒有排檔的話 我都可以接 那有時候接回來的話 一兩天有排檔的話 順便就帶走 我能帶走的 我可以一起帶去 像說進師堂 那過年不是有團拜 那也都可以帶去的 因為我跟他們相處習慣了 我的模式他們懂 他們的模式我懂 所以回來就是說 只是在行動上要比較慢一點 我們要出門的話 說我今天要到進師堂去 那我要早一點起來 叫他們說快快快 我幾點要出去 你們要快快快 多這個動作而已 跟他們在一起變成是說 家人一樣 等於說到我們手上 就是我們的家人 一支手牽著孩子 父親的另外一支手 也牽著媽媽 怕向他最愛的主桌 八十五歲媽媽 身體慢慢體化 沒辦法站太久 也沒辦法坐太久 但是可以在那個 傳播站發揮光臨 讓他感受到 每一天都沒有浪費 我小時候比較妙行 我手上 手上又很好 頭上又很好 沒有做我們會順的 我就跟他們在這裡做 我跟他們沒有做一些選事 只會做 一天一天過去 一天一天下去 一天一天下去 還要拒絕 就不 我跟他做 怎麼會這樣 我要做 越做越快 他們做出來就是說 他對他們的弟弟妹妹都很好 我爸爸的給我們理念就是說 我們比一般的都已經很OK了 對不對 說很富有沒有 我們都是做工的人 那我們如果做得到的話 我們只要說 省吃錢用我們就可以做到了 那何樂而不為 這肉做那麼多看要怎麼弄 這肉做那麼多看要怎麼弄 我剛才剛才有了 要減少啊不要用啊 那會有尺寸 大家就去拿嘛 做很輕 出去要帶環保袋啊 看環保袋 要像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 整個 要什麼 那一台 還沒說完 那一台 還沒說完 …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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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四年 我桌上 但一直打開桌子 紙幣師姐帶了三年去看我 三年一問他就說 給我就是你 我給他一個 想說三年跟你媽媽的我就是你 紙幣師姐就跟三年報告 說我家有三個委員 我就想說三年在十五年 我就跟三年拆開一個 我說三年 我家有五個龍棟 他就把我拖開一個 說到四月而已 你怎麼說五個 我前進去嚇一跳 說得對 我說三年 我實在是說五語 我太久了 太久了 然後就算了 三年就去看 三年都笑一笑 對不對 他也沒有跟我媽媽 然後嚇壞 然後就回去 我結婚兩過 要嚇壞 我就傳一法萬 還在做幾天 就親手保持給三年 三年問我說你現在沒有頂戴 我說三年 我現在正經的 大家都笑一笑 保持有心不難 正經我 感覺我自己 有心不難 我不是有錢 我想要做就是要做 想要做 就帶孩子 做什麼 我都在地欠 三年都說 平安 快樂 保持有好 所以我愛這些孩子 大家都有好 我叫他們大家都愛保持 收到媽媽的影響 趁立正媽媽自己主座做幾天 她都會在每個月固定的時間 到安永中心背叛四大人 我們剛開始去老人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看到他們有的一些狀況 剛開始真的會有點怕怕的 為什麼老人有的流口水 有的吐痰那種的 但是媽媽這一點 我倒是受她影響很大 因為媽媽她照顧爸爸十幾年 她就爸爸後來也是就是 都需要人家伺候 然後媽媽就把那個 她也是在家裡照顧爸爸 就是幫她拍背 幫她刷牙 幫她親大便什麼的 去安養院那時候 她就覺得說這些人 以前人家也是身體好好的 也是健康的人 現在就是因為病了老了 才變成有這些病狀出現 其實就跟家裡的家人一樣 因為她照顧爸爸這麼多年 爸爸就是從好好的一個人 突然變成這樣 所以她就是把這些人 真的就像四病有親這樣子 她雖然這樣子 你看她的行動 爬這個樓梯是要用爬的 但是她每個月 還是一定固定會跟我去安養院 每個月最少會做一次環保 因為我們這邊是一個月做一次 然後如果在蘆洲她有地方做 她也是會每天做 她就覺得說只要她能夠做的 她還是願意去 她覺得說能做就是要把握時間 就是盡量做 所以我受她影響就會覺得說 人家會說我好像很認真很精進 其實也沒有做什麼 只是覺得說能做的就去做 就是上人講的對的就去做就對了 其實因為我們都是沒有所謂的主產 都是自己拚 所以剛結婚的時候就是非常缺錢 房子的那個頭期款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就媽媽就是有錢去捐給那個 水災有沒有 不是十萬塊蓋個大愛屋那個嗎 我那時候心裡不是很平衡 我說我要錢買房子 你都不借我 後來就是受她影響之後 她那麼沒有錢 她都可以一個融洞兩個融洞 三個融洞這樣子成就 那我現在想說我為什麼不行 雖然我們不是很富有 可是比起那些需要的人 我們是非常富有的 而且是心靈上的富有 她常常跟我們講說 入我們不平衡 祝我們不富 可以啦 可以這個夠了 通通切掉不能留著他們 不要不要不要 你要留著他們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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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除了做一虎是好手 你沒有做一虎是好手 我吃飯也是好手 切吃飯 切得老幾乎 我吃飯也是好手 看樣子也就知道 這一天 往事的孩子來到大小的家 為媽媽吃晚餐 切東西也好 我只會切芭樂 我切芭樂 芭樂 芭樂跟蘋果不一樣 切芭樂不一樣 那個一個不用削 我是煮片子 我們家全部就是只有我是煮片子 這是妳最聰明的 跑得最慢 什麼意思 豬姐姐最笨 所以要跑前面 不會啦 她中間比較聰明 不會啦 姐姐都很好 對不對 姐姐有很兇嗎 應該是說 很兇 她的口氣是兇 可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她是最做事的那個人 所以我們都也享受在她的那個 兇的氛圍裡 這樣講 對嗎 我就是她們等於說 從小都是她們帶大 所以她們也很疼我 也很寵我 對不對 所以才會跟她們這樣子 有點沒大沒小啦 小貝從小就很狡猾 我跟她兩個一吵 我說是她對還是我對 她都給我講 妳不要害我了 她怕她 她都給我講 妳不要害我 明明知道她們的道理 她不敢講 可是我私下都站妳這邊 她在這邊 美人的差三十六歲 所以說我幾歲 三十七歲 一吃吧 四十九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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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我都說我二五歲而已 我四十九歲 那早來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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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的小孩有四個自己主席 並且關了二十三個龍頭 大家一起說的還是進不開 志工的月底 我覺得說一種無形的傳承 所以導致我們每個孩子 都有這樣子向善的因子 像大姐 她真的就是基層公務人員 那她還沒買房子之前 受媽媽的影響 這個房子還沒交屋 她就先捐錢了 那在別人就想想 在別人的認知上 就覺得 你瘋了嗎 對不對 你貸款貸了一千萬 你還在交這個 她就笑笑的說 反正貸一千跟一千一 差不多啦 沒關係 就這樣子把錢捐出來了 其實堅權對一般人來講 真的說 你有口袋有多少 假設我口袋一百塊 你能捐多少 她喔 她不是 她不是 我總覺得她就是說 口袋即使沒有 她有一個一定目標 我什麼時候要捐 她就開始累積 不過我也不曉得 她怎麼累積出來 來 感謝媽媽 講起來她真的是 我們家最大的這種 精神支柱 她真的是很有智慧 很堅強的 可以從以前 她們是這麼辛苦這樣子 白手起家 然後到現在 她還養八個子女 但是她還可以 讓經濟還可以 好像稍微更小康一點 然後她還有這麼多的餘力去 布施一百萬兩百萬 龍董一直一直做 然後她常常跟我們講的是 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然後她就覺得說 你付出去 付出的當下 服務就在其中 然後你就是 認真去做就對了 我是跟這個孩子說 洗甘材 要洗甘油 用在洗甘有路營 這是真的有夠用 只是帶不走 實際 需要很多錢 都在幫助人家 需要很多資源 也需要很多志工 所以我們要牽涉 牽涉人 我來還健康 我也要再掛 洗水蒼流 我第一次的女孩 公公拍拼做 做到29歲 叫我30歲 20歲都我做 她說你30歲 你要再做 我說我買 我出一個花 我來賜 我就打那邊欠 她過年發生日發 我就都欠起來 我30歲就中我的 受到媽媽的影響 整個花子一心一意 做現實 這個單純的建築 就是最高級的幸福 但是,不能還endre 你在郊廟窗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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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空 妙 油